在重庆市云阳县阳品村 有一支特殊的互助组 这支队伍里的成员 是由平均年龄五十多岁的女人组成 到了农忙时节 无论哪家需要帮助 他们都会赶去帮忙 我们都不是做了一堆的事 当时他们做得远的话 都打电话事也搞不定 他们马上都农了 有的他做得远的 他都坐车来 他都做这种的 这些能干的女人 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明星组合 在当地 他们还有一个亲切的名字 贴心嫂子 过去 阳平村里的男性村民 常年外出务工 家里的女人 除了要照料一家老小 过远一年到头 所有的农活 也都由他们来承担 蛇常兰是贴心嫂子里的老大姐 二十年前 她的丈夫就开始外出打工 家中的大小事物 全由她一个人来承担 但每年 她从来没有为农活发过仇 到了农忙的时候 林里乡亲们 都会主动前来帮她干活 分担压力 在大家的帮助下 蛇常兰家 每年都有好的收成 2006年 看到村里 还有许多和自己情况相似的家庭 蛇常兰号召 在村中组织成立 贴心嫂子互助组 把全村各家 按区域规划整合 让林里互助的传统 变得更有效率 如今 随着羊平村 水果产业规模逐步扩大 蛇常兰的丈夫 和很多村民一样 回到了村里 专心管理果园 不再外出打工 但贴心嫂子 依然在发挥作用 除了给集中采摘的人家帮忙 他们还会定期 去村中残障孤寡的人家里 打扫卫生 洗衣做饭 帮助他们料理家务 村中互相帮助的氛围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乡亲们乐于分享喜悦 也敢于分担优化 邻里互助的和谐风气 也让村子里 有了大家庭的温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